有没有问题,所以实务上的交易是采用模式 那你看看,因为实务上是没有从事经济交易 所以以经济基础来讲,收件付件来计算收的费用 就不值得分,就没有办法去应付我们实务上的这个交易的模式 所以在会计,所有的会计,全部都是采用应濟基础 什么叫应濟基础?只要交易发生了 什么叫交易发生? 我只要有出货这个动作,或我有进货这个动作 做出我雇用的联工,我一个月到起,就算现金 还没给他一张计算,我欠他签试的部分 就是要交易发生,所以只要交易发生了 我们就会赚,不管你能收到现金或付出钱的名字 那我讲过,既然会计是采用应濟基础 那为什么还要量它呢?只要是因为在应濟基础之下 我可能出货出了一大堆,可是呢 到底我这些钱什么时候收到,我并不知道 我得去查我的银行账,对不对? 市账盗集的时候,它可能出货有很长的啊 所以公司它在现金上,它就没有一个很实际知道说 到底我可对我的现金有多少 那这种状况之下就容易会产生财务修表不明的状况 上个礼拜我应该有提华硕的例子嘛 有没有,华硕有没有 然后我说华硕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就是它为什么会出现票票? 原因是因为它该收进来的这个 比如说它可能在两个月之后有一百万会计市场 可是它现在呢,金的交易有一个八十万的这个付款 直接要付出去了 所以它是现金没有,没有把现金收入 那现金支出时间拉的很好 所以导致这家公司即便它资产是有这么大 可是居然有资票票票了 那一家公司只一旦有资票票票出来 人家就会猜测,那是不是才会出现状况不好 所以就是慢慢的其他银行可能就会对它所谓的旅间收散 不许如果在报章上有看到这一句话 怎样与中收散? 散基本上是下雨的时候才用得到嘛 那对公司来讲,银行是什么都是你的最好的一把闪? 财务不好的时候 我如果财务状况不好,我需要是跟你借钱吗?不需要吗? 对,非闪就是等同于是 在下雨的时候就在财务状况不好的时候 银行是我公司的闪 可是呢,银行却在我公司状况不好的时候 一把闪收起来的意思是 我现在别人要用谁,可是你借我 好,这种状况 那这种状况发生,为什么会发生? 因为你一定有一张就要吵架 那其他银行都会想 这家公司这个财务出现的不好状况了 所以就分分的不敢借钱 所以华硕就能够出现这种现象 所以政府才会要求各家公司 我们的快据上去财务运气基础 可是为了去确保各家公司 对他们现金的掌握度比较明确 所以才会要求的要求的时间是 现金的要表 所以我上次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说四大报表里面 财务状况表、实际表、保领表 还有一张叫现金的要表 所以为什么要有现金的要表 要求就是因为弥股 这样的一个制度有缺陷 这样是有清楚吗? 我们会计上为了搭配食物、收质 交易发生我就入财 不管钱只收进来 那一般的小平商店是 只要收到钱我就入财 可是同意你要知道 只要收到钱就入财 这收到的钱有可能是怎么收到的钱呢? 你有可能收到的是去年的钱 你如果以收财来讲 我有可能收到的是去年的财 什么叫去年的财 收钱被你要讲的是 我们公司是卖东西给客户 所以我去收钱的 从这个角度去想 我是针对我的下午客户 我去收回去年的财 这个就是所谓应收财产的回收 每一位同学 什么叫应收财产 应该收还年中 这叫应收财产 我们如果是公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